天有多高 海有多深 世界有多淡淡 秘密有多多 大小之天 太天地無所謀 無所謀 我剛才提到去看房間 有些港式裝飾 有一間很大 我愈走愈深 我很想他 不知道會否有某一種裝飾 我自己很喜歡 我看到他慢慢走出來 即是你想要 我想見到這件事 夢裏我想見到 即是你有這個意識 因為第四次 我知道自己發了夢 我想走出來 但當然他不是100% 走了我想他呈現的影像 我想兩、三成左右 這次很恐怖 然後我開車走了 走出去 我很記得的裝修是樓梯 房間 到這裏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樓台 挺大的樓台 一個玻璃樓台 很漂亮 可以曬太陽 總之是度假村 都是resort 那些感覺 這就是我二樓的景象 二樓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直到三樓 三樓我發過兩次 三樓我臨上樓梯那次 我自己開始感到恐懼 我是害怕的 但是我又八卦 我想知道 我想走上去看 剛才我說 Ground Floor那層 20呎樓底 第二層是正常屋樓底 但去到第三層樓底很低 我想我要屈身 越來越矮 越來越矮 那個景象就是一條很窄的行李 類似燈光和擺設 有點像博物館和圖書館 一種很舊的感覺 有很多書 有很多木箱 你找東西,一定找到東西出來 那次發生 我就是覺得 如果我再去找些箱 我會發現恐怖的東西 然後我就不玩了 這層不玩了 我走 又走了 然後再隔了一段時間 我都不太記得 我再跌倒多次 去下一個夢 再看到第二次的三樓 就是 我這次有膽 我這次拿了鎖匙 我上去 不行 我這次要看一些東西 但我停了 沒有解釋到什麼 這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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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約半年前 我再跟自己說 我再發 我一定會寫下 還有 如果我再去三樓 我一定會再看 但我不知道 我可能開箱 那個潛意識強了 我反不回那個夢 你適合了 今天有高人教你 如何控制這個夢境 其實反而是這樣 你不是因為你的意識強了 是因為你的意識弱了 相反的 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你之前的意識很強 但強到一個位置 自己停止 是 平時我們都會有一些夢 刻意下一些指令 例如你剛才自我下了指令 我們今天說一個清明夢 一個叫自製夢境 其實你是做了某些步驟 是自製夢境 例如你說我要回去 都是自製夢境的第一步 回去就是第一步 因為每個夢 每次完畢 他都說下次回去 即是醒了之後 他已經下了指令 你醒了之後下了指令 其實他醒完不醒 中間下了 其實很醒的時候下了 是沒有效果的 很醒的時候已經想不到那個夢 很醒的時候 你回到現實 你不會想那件事 通常是半夢半醒的期間 他其實是不經意下了指令 而這個指令 我們說是有效果的 因為by result 你都不能騙 你都繼續發下去 但是你問我 因為如果這個夢 你說跨越了三四年 三年左右 你說三年左右 但是最下一次是早大半年 即是這個夢是橫跨 我當是早四五年前 是嗎 四五年前開始 夢的細節 其實主題是由殺人開始 我們回到殺人 空暗現場 空暗現場 你說埋在一個Jacucci的旁邊 是 當時你不理解 自己殺了誰 埋下去 問我嗎 不是 我第一次有記憶的 第一次的夢 因為我相信 這個有記憶的夢 之前再發了一次 但是那個夢 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記得了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發了 第二次我殺了兩個人 是 什麼性別 一定有男人 另外一個不知道 女人還是男人 OK 即是我當著一男N 一男或女 是 那兩個人和你有什麼關係 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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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死了 我要埋下去 明白 明白 為何你這麼肯定 你殺他 那個夢 那個處境 那個處境 是我殺的 這兩個人 那你記不記得 你怎樣殺 例如阿風、阿夢尼 殺死他 沒有這個畫面 我一來 你已經死了 我要埋下去 埋下去 你埋下去 你會根據他的屍體 而理解他怎樣死 假設你看著這兩個人 你猜他 這兩個人 應該是這樣死的 沒有 那個場景 沒有見到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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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是屈曲了 已經在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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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知道 你猜他們怎樣死 假設你知道 假設 即是現在 猜吧 我們現在隨事兇手 不是猜兇手 猜你自己怎樣 我會覺得他身上有傷痕 是否因為遭毒打而有傷痕 而致死就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不到 不是槍殺 一定不是槍殺 有一點是毒 用毒 又勒到一下 或者是有掙扎 那種死法 那個傷痕是經於掙扎而下來了 還是你自己 而是死前應該被人打過 但那個又不是你 我沒有畫面 是否我打 OK 總之有經毒打 有經毒害 毒落毒 明白 那你說 有些執行家法 我記得是 打到冷陣 OK 這些是一些勁夢 我們叫做大夢 有些 我們什麼是小夢 小夢 我不夠膽說,但在夢裏面說,例如是我借回他 或者我反口,我沒有做錯,只要你認識誰 有心裏面屈住的說話,在夢裏面那40%就會改寫結局 現實上你不夠膽說 可能你會覺得我收到二分四 那份工包圍受器,人工包圍 很多想法是關於我們所謂的社會規範 道德基準,公司的policy,人與人之間互動就是這樣的 錢是大了,我們的信念系統會形成我們的夢 其實上集也說了很多,關於這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這隻大夢的意思是 第一,它完全不把普通日常的東西放進去 完全不日常,完全不日常 第二,但很有趣的是 我們夢裏面通常都會找一些蛛絲馬跡和圖案 因為你越找到圖案,你越可以製造夢 其實它製造夢境 你要記住,我們要問製造夢境和清明夢 拿來做甚麼? 我們要想回那個作用 除了好玩之外 除了好玩之外 好玩是一件事 但你問我,如果你這個成為一個Task 我舉例,這是一個醫院的任務 你就不會覺得好玩了 因為香港,譬如你所說的威爾斯七皇醫院 他又有個Sleeping Lab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睡眠的實驗室 對,為甚麼他有實驗室 因為他用來測試睡眠疾悉症的醫院病人 他是做Research用的 你如果要申請,你排期 不知道排多少年 排到瓜都沒排到 還有排進去 我家人試過有一個人排進去 因為他懷疑睡眠疾悉症 其實最後證實他不是 他在那裏睡了幾晚 他全身黏了 對,插嘴 對,插嘴 那不舒服,你也睡得了嗎 當然 但他要發出一個Task 他有方法令你睡到 但不是一個正常方法 你不會喜歡用 他不會讓你吃藥 我已經忘記了太久 我每次過 但是他要拿資料 拿你的心理狀況 他會分析你的夢 所以其實是一個Package 不只是做睡眠疾悉症 分析到夢 他會有一些心理學家 會和你溝通 我不可以說很詳細 因為多說四集都不行 好 我們去回CEOO的夢 好了 我們繼續下去 你說有個Couple 有個埋屍 你是用泥土嗎 他們多深 多深 有層樓高 沒有那麼多 我看到一個景象 我一出現的景象 他們兩個人已經在坑裡 是 那坑裡的深度 是兩個人 躺下了 只有這麼多 離地面 大概幾寸 很近 一個頭那麼多 一切都不夠 兩個人進去 都離地面 那麼多 你覺得這間公司是誰 你爸爸是嗎 第二集是這間公司 你經常提及泰國 我想問你有沒有去過泰國 或者你有沒有在泰國住過 或者學習 讀書 我曾經經常去泰國 是基於什麼原因 讀書 工作 旅遊 純粹旅遊 純玩 純玩 但是我沒有去柬埔寨 但是不知為何發達柬埔寨 剛才我有一段說 我去海 不知道為何游到去泰國 泰國的酒店 我知道那是泰國 但是那個景象完全不是我熟悉的泰國的樣子 泰國這麼大 我是沒有去過青邁 我不知青邁是怎樣 所以我夢裡 你覺得是青邁 應該是青邁吧 但是青邁沒有海 青邁我都沒有去過 對 青邁是內陸來的 不知道為何我在夢裡覺得是青邁 你覺得青邁跟你去泰國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海灘 如果我直接想到 那你游不游泳 你喜歡海嗎 我游的 你很喜歡海 OK的 你家沒有泰國有泰國 沒有 你去泰國旅行時 有泰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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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泰國 會試過 你喜歡嗎 挺過癮的 過癮 你去泰國是跟朋友看 對 有成縫女看 有家人 明白 現實你爸爸沒有一間別墅 應該沒了 以你為之就沒有 好想他有 在青邁有間別墅 夢裏面,因為有很多資訊,我們盡量在我們有的時間裏面 不要緊,我們有的時間和我記起的空間 我很想知道 那個夢,你說後來你可以變化,由第一層上到去 你覺得每一層,你最喜歡哪一層和最討厭哪一層,為什麼呢? 我最討厭第三層,第二層我覺得很悶 我最喜歡第一層的室內 第一層的室內有什麼好呢? 不知,感覺很平靜的 大樓梯有個很漂亮的廚房,然後圓關很高 二十呎那個,你說是西式的設計 第二層,你說很平靜的 很靜,有點死直的那種平靜 明白,兩款平靜 因為客房,有很多朋友來睡覺 第二層,沒有人的客房 那你就空靠靠靠,有點冷清感覺 有沒有窗的?有沒有景象? 沒有景象,沒有景象 沒有景象,只知道看到它的床 全部都是屋內的視角 你覺得這間屋本身有多少人居住? 假設有人居住 還是完全沒有人居住? 杜甲屋? 杜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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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日誰打理? 假設你知道嗎? 應該是外判 外判打理,例如有個傘傘 對 很細緻的 很細緻的 外判都想起來 對 你說到第五集,你有失落 因為你沒有第六集發展下去 或者沒有第七集 第六、第七集 你說你會再開櫃 你最討厭第三樓 那個矮那個 你討厭什麼呢? 還有你覺得你失落於最後嗎? 是 是 你即是我想再看到些什麼? 是啊 我覺得我會找到我以前想知道的秘密 在那裡 你會在哪裡 那裡 你會看看